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反抗 但你猜会不会全民反抗 一定不会 不能解释的 你要齐心 一半是一种想法 有些人是古怪的 很奇怪的 而且那种人的阴暗面 是真的 你现在想想 真的很恐怖 不要说人家自己也是 会不会有贪心 偷一偷东西 就是小事 会不会 你明知 真的 不会有人知道 你真是奸狠做女孩 睡睡着着 譬如那女孩 你会说 她不是女孩子都嫁了 都32岁了 你喜欢她十年 你追了她十年 她不喜欢你 但是现在 她喝醉了 她在我家里喝醉了 她是我的朋友 我老婆去韩国 她走进来 她走进来 我电视拍到她 我老婆还跟我好想 言少硬硬 第一 第一 我吊完她都未必知道 第二 就算知道了 我也不会有事 她最多怀疑 我坚决不认 也可以 你在这种情况 你敢不敢 真的不敢说 就算说我 现在我疼你 人的那种暗面 那种启 一念而已 一念而已 又或者 你明知 譬如 吊你了 你有个朋友 你认识一个人 你跟他 不知道为什么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 硬是不太拖他的 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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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太拖他 就是你的缘分 好了 譬如有一次 他做了一件事 很明显是很对的事 很对的事 照吊失他 但是 只要他 就被人冤枉 只要你讲一句话 他就可以脱了个险 他又跟你没有不拖 你竟然 会想 我讲不讲呢 而最后的选择都不紧张 你想也奇怪 其实对你有没有损失 这个人又没有得罪你 你是不喜欢他 但是 有些人真的 在这个时候 不要再下跌 我就不讲 好了 不讲之后 你后悔 其实他跟我真的没关系 他曾经也帮过我 不过我跟他 真的谈不上 我现在这样做 他会不会要補救 如果要補救 那为什么那天我不讲 那些人问我 我就知道我欺老财 不讲了 一世都不讲 喂 如果大家真的 现在就少了 我不知道 或者我现在没有看 你看多些以前的文学 就算你看看那些什么东西 罪与佛 很多探讨这些人性 你不用这么深 你看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人生 所以呢 我经常都不敢 去 也不会 我本身性格也不会 去道德審判 你自己也不敢说 你自己也不敢说 你偷人家的眼镜 喂 你问我 我就觉得很难够 我教他 我教他 都说要做大一点 但是你说自己会不会 一剎那呢 我真的不敢说 你老母 你好像当日 你老母 不用说什么 什么基金 什么基金 我不是说他们 我不是说他们 哇 你老母 我放个箱子在那里 你老母 你老母 我真的不敢说 你老母 我会不会去宣教他 你老母 我说 他在那条胶子 透明胶子 黏着 还要我黏着 他黏着都没有黏着 我说 你老母 不要走着 你还在那里 因为你连锁都没有 那么 封箱膠子 黏着 签名在那里 就是 就是 敷了整条 膠纸和盒子 你拆过就能看到 那些对不起 那些位置 就是不要尴尬 令到我们 我真的不敢说 所以你说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那些人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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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会子 原來我葬个箱子 那些人在那里 那些人 不认为 如果支持你 不认为 那些人不会 他们不会很可恥 那些人们 那些人 people 我手足很可恨 的人 我就 0% 我说 valent 我撒 我常说 不用有钱 你不要太穷 不要太穷的時候 你就不要 你 不畏 不和 你的钱 你也要,你老母是這些錢 你老母賣期,你老母還是人來的 你老母,你可以這樣 你說如果不是,你老母 我去找你八千七,欠你十幾萬 阿哥假職那些,你老母已經不夠了,找得八千七 一個月就沒東西,過月購物幾幾 你說我拿不拿,所以我真的不夠膽 還不夠膽,是什麼的 好了,這件事,你老母是陸秦漢 你越看就越淒涼 淒涼在什麼呢,是因為真的有兩個女兒 一個八歲,一個十三歲,因此而走了 好了,案繼續的 鄰居夫婦呢 在二十四號,即是昨天在高等法院作供 我們還沒說的,我們說的當然是前日 被告姚偉祥,65歲的那些不說 溫谷方的鄰居,陸玉蘭作供 他說,案發當日,清晨一點幾 溫的房間傳來叮叮叮叮的聲音 他聽到有小孩子哭,聽到小孩子大聲喊 但是聲音就斷斷續續這樣,就傳來了幾次 陸玉蘭說,他一開始是沒有理會的 因為過去,溫谷方那兩個女兒,有時候玩手機玩不夜 被大人罵,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遺疑 但是過了一陣子,陸玉蘭說,聞到一些燒雀的味道 同一時間,鄰居陳北賢,賢哥 也拍門說,喂,火燭啊 於是陸玉蘭帶了兩個子女上天棒 經過溫谷方的房間的時候,見到很多煙 又不見到溫谷方的老公 接著大家兩個女兒上天棒之後 他就說,咦,他見不到她的老公 不是溫谷方的老公 於是他就回到單位 在單位裡面,自己的單位裡面 找到她的老公 以及順便報警 接著,陸玉蘭說 她的老公,其後 在走廊經過溫谷方的房間 咦,就企圖想踢開她的門 但是未能夠成功 在這個時候 有個男鄰居 也是走火 經過,就施援手 於是陸玉蘭的老公 和那個鄰居 成功踢開她的門 她說,一開門 大量龍煙湧出來 在隔壁的陸玉蘭見到 好像火球一樣 黑球湧出來 好了,陸玉蘭的老公 和那個年輕的鄰居 既然用手機電筒 向單位裡面照 因為那時候 電筒可能都掉了 伸手不見五指 期間,她聽到 溫谷方的小女 廖淑媛 三次說 我不出來啊 原來 是陸玉蘭的老公 叫廖淑媛 八歲的小女 出來 她說 好了 但是那時候 現場龍煙很大 呼氣都呼不到 於是陸玉蘭 她老公和那個年輕人 就回到自己的單位裡 先換一換氣 然後再出走廊 陸玉蘭的老公再叫 妹妹,妹妹,妹妹,你出來 就回到自己了 但已經沒有人回應了 那時候 陸玉蘭的老公 就想著 立仗屁衝進溫谷方的單位 但是陸玉蘭 就說現場危險阻止她 她說當時 真的氣都呼不到 老實說 如果她在現場 我想我也會想想辦法去 救人 衝進去 但是老婆這樣阻止她 也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這些環境 你不夠準備的話 一下子 不是燒煙 一下子你就很容易暈 很危險 好了 但是你說 如果不知道有幾個 有兩個人在這裏 真的很難說 又沒有明火的話 她說最終 強行把老公拉到樓梯 兩個人等候消防員期間 被告 就是這個陸玉蘭 這個姚偉祥 65歲 在走廊出現 搭到地 全身震 在同一時間 消防員也到現場 庭上也有播放 陸玉蘭報案的錄音 當時陸玉蘭表示 有小孩不肯出來 陸玉蘭在庭上說 她一度報案 拿出電話 一邊拍鄰居的門 所以錄到現場的聲音 就是 走啦走啦 因為大家記得她們是廚房戶 好了 陸玉蘭 陸玉蘭 又說 溫哥方性格開朗 跟一般的主婦 沒有什麼分別 沒見過 她旁邊的女人 沒見過溫哥方衣著暴露 或者跟人打情馬俏 另外 溫哥方雖然沒有事做 拿中緣衛生 但有時跟溫哥方閒談 溫哥方都會跟她說一下 打一下麻雀仔 輸了 或者輸了一千幾百 未曾見過溫哥方被人上門追溯的 這個很重要 好了 她又說 被告 跟溫哥方是同 男友 兩人表現隱外 一起買菜 也經常見到溫哥方會煲湯給被告 溫哥方曾經跟她聊天的時候 說 埋怨過說 你一個好小器 出客街都說 那樣 那樣 大家難以離近我們那個推斷 但是 就未曾聽過她 辱罵被告 即是說 未聽過 欸 我老公你不要 你兩母親 沒想用 吵不打賊 吵你 又不知道自己怒 吵你兩母親 即是未聽過 好了 陶玉蘭的老公 陳卓暉就說 她跟鄰居 踢開溫哥方單位的門後面 見到一個火球 接著大量的龍煙木 衝出 谷出來 她 喊溫哥方 但是沒有回應 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聽見 廖屬門 的聲音 她就叫 廖屬門 叫小妹出來 她說 不出啊 我要跟著媽媽 八歲 嗯 八歲 是有足夠的判斷力 知道危險的 是不是知道她會死 可能她 或者不知道 不出 要跟著媽媽 那我覺得 這位高方在這件事裡面看 她應該不是一個很差的媽媽 兩個女兒 你說她 很吵架的生活 說又離婚 兩個女兒不同性的 而 為什麼我說越看越心說呢 不是因為這件案 是因為 因為 實在有太多父母 其實不是對小朋友那麼好 好像 可能大家不認同 昨天你說的那些朋友 那些我覺得可以對小朋友不好 你想想小朋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出來 要跟著媽媽 有什麼人 她長大了 我不知道 但是小朋友 她說她 一個小朋友那麼依賴你 為什麼不可以對她好一點呢 當然我現在不是說那些案子 是有父母對小朋友不好的 好嗎 好了 她說要跟著媽媽 雖然 廖屬門拒絕離開 但是呢 陳卓輝是繼續說 你出來啦 我抱你走啊 但是她老婆呢 就不讓她再入單位 結果她就只能夠 走到房衣門等消防員到場 她說期間呢 被告呢 就出現 跌在地上 就是剛才那單 你說這個 陷家產被告 是不是要千刀萬斬 要 喏 跟著呢 我就想說回 不死人 呃 當然不是啦 要燒夠她 給我 在一個一百尺的房間 混在那裡 一百尺的房間 找些煙不停在那裡 垃 整個牆 整個洞 整個喉 不停灌一些 放些煙進去 慢慢焗夠 溫度不停越來越高 真是這個混蛋 這段新聞就是事發後 現在我講 當日我講過的 那樓下茶餐廳 應該 我不知道 應該是說說華立的 華輝的 華輝都沒有做了 已經 那華輝的負責人呢 是否華輝啊 不肯定啊 金先生 就是樓下茶餐廳的負責人 金先生就說 懂得磊爛這三母女 知道他們在火警裡面 不幸喪生 心情很沉重 他在餐廳的那些 其他同事呢 有些阿依阿 洗地 祭拖他們的那些 哭了 為甚麼呢 三母女呢 五六年前 即是事發 五六年前 已經在那裡住 她說 媽媽呢 女死者呢 口音刺身疑敏 她說 兩個女兒 小女兒呢 看著她出生 小小個個來的了 很乖 衣著普通 不過很乾淨的 真的不會老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老 那些頭髮都很乾淨 平日呢 會主動打招呼 她說 就沒見過男傷者 她呢 就說 嗯 契術 喪命小姐妹過去相處點滴 她說多年前呢 兩姐妹在家裡玩法布交飛機 就不小心呢 就把飛機飛到他們的那個 辦公室的旋風上面 太難拿了 那他們兩個當然是好 因為其實 就是 家裡的環境很麻煩 那結果呢 阿金先生呢 就在商場買了兩隻 新的法布交飛機 給他們兩個女債 美女 那自此之後呢 那兩個美女 每次經過都會跟她 打招呼啊 叫早晨啊 那樣的 叫叔叔伯伯的 那 八歲女童 在大埔間小學議員級 校長就說呢 很乖巧 正常的 大女呢 是學校合唱團的成員 校長就說 跟同學相處融洽 過去疫情就沒什麼練習了 那一天 打算去升那一班 因為她是跨日的 就是合唱團的 但是悲劇 那 那 英文很好 那 屬於那個劏房的女生 你老母在一個 那樣的陷阱 這個人世間的事多難了 要不要說世界大事呢 是吧 多難了 OK 休息一會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有一件事 差點不可以再說 再說一下 喏 就是呢 貴州的拐子婆 我不特別說拐子婆了 就 一審再判 一審 她就上訴 上訴呢 就撥回再審 再審 Anyway 她現在呢 都是判死刑的 你看到什麼拐子婆呢 是在貴州的叫余華英的女人 我也不是說這些什麼的 她為什麼會踏上這個拐子婆的路呢 她本身 有老公 80年代 生了兒子 生了女兒 沒什麼的 誰知道老公 誰知道了 坐牢 她認識了另一條老公 她跟另一條老公呢 又生了兒子 但是那個兒子是野種來的嘛 如果妳怎麼能夠 老公出來便自大 我怎麼搞呢 於是乎就賣了那個兒子 買了幾次天 奇怪喔 那條程夫又肯被他賣 咦 發覺已經見獄心起 於是乎就是這樣 拐別人的小孩去賣 好了 後來 那條男人 和她的拼頭 程夫被人抓了 她的老公又出獄 於是乎呢 她的搭檔轉了 開始就和她的老公 一起去拐別人的小孩去賣 咦 如果妳想到她的老公 又會跟她的兒子 又會這樣做 其實我們之前是乃過夜的 她和她的老公 為什麼呢 她拐帶的時候 被人家起賭 但是他們呢 就用假名 這樣又被她夢魂過關 用假名 當然也要坐牢 但是為什麼說 因為之前 他們拐帶別人的時候 用他們的本名 去拐帶 或者用本名的時候 會怕被人跟到之前的事情 所以在個別的拐帶案件 她複了之後 用假名 這樣就還要坐牢出來 在這次的案子裡 為什麼會發現呢 因為拐別人的小孩 其中有一兩個小孩 特別是一個女孩去報警 她長大了的時候 就報警 OK 還有呢 其中一個呢 那個 小孩的老爸是 警察 於是乎 根據葛亮芝斯馬的職 終於把她 緝報到 後來再調查一下 發現原來 真名是這個 拐了那麼多人 假名 所以這個是很出名的余華英 但是我這個 現在據說 她最少拐了17個小孩 但是呢 我反而不是說這些 我覺得她竟然是撞樣 這些是邪魔 一頭 我們看看她和誰撞樣 你看 她的樣子也很邪惡 是 是 很醜 年紀大了 你覺得她像誰 我覺得很像 一看 是樣子像還是神情像 像林鄭 很像 很像 你看 一團骨 她不是啊 那些神情 是 屌你了 是 哇 原來是林鄭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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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o 太大了 是 精神 始終